县长林明珍、县议员林芳瑜以及国信乡多位名义代表 日前到国信乡巧耸云天巡视绿雕公园工程进度 林县长表示,巧耸云天绿雕公园第一期工程已经完工 第二局绿雕部分也开始施作 也希望在完工之后能够结合国信咖啡以及产业共同来行销 带动地方观光产业的发展 绿雕部分现在正在施作 我们是希望能够在明年初把整个立雕公园建设起来 让国信乡又一个观光的亮点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会配合我们国信乡荣会来推动酒奥咖啡 让我们国信乡来到国信乡有一个非常好的场地 来让大家喝咖啡来欣赏巧耸云天绿雕还有桥顿这么美的一个风景 带动我们国信乡的一个观光 县议员林芳宇表示 巧耸云天透过绿雕公园的规划 相信能够成为国信地区新的亮点 并且能够连接地方产业来推广 也感谢连县长用心规划 相信也会为地方观光产业带来新的助力 这个设置我相信能够成为一个亮点 尤其是我们当初过来看会刊的时候 到今天已经有不同样貌的呈现 我相信很快能够完成 这个完成也希望说带给地方一个连接观光的一个亮点 同时也可以呈现我们这个地方产业的连接 要感谢县长的用心 以及我们县府团队的规划 我相信这会带给地方一个很大的一个观光亮点 副议长拍拳肯定林县长的用心 也希望巧耸云天绿雕公园的规划 能够整合国信乡特色产业共同来行销 进而能够带动国信地区观光产业的发展 接下来陈伟一国信乡采访报道